好 你说得好 你爸爸现在不在 我不跟你说话 你给我上书房待着去 我要回我妈那边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你在这吃我的住我的 做错的事情还不承认 有你这样的吗 要不是我要住你这儿 是你死一半脸让我来的 好 既然是我让你来住的 我就要对你负责 我就要管教你 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怎么没教养 我要回家 我找我妈去 我告诉你 秦小义 今天你不想清楚了 哪儿也别去 我说过句话 这银银银行 能不能 vazge吗 你不回家 的意思是 电话说你让他在那边多待一会儿 得晚一点回来 可是现在都这么晚了 他怎么还没来呢 这样 我 我马上回去看看啊 让他马上到你那儿去 你放心吧 好 谢谢 小义呢 就知道你儿子 别人孩子的死活你就不管了 你说什么呢 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谁说没事的 事情的原委还没问清楚呢 什么原委 不就是孩子玩昏了头呗 你听我说 小义今天不是该去他妈那儿了吗 还是素刚才打电话问了 他在你书房呢 我关他禁闭呢 你说什么 关禁闭 为什么 你自己问问你的好儿子 怎么了 是不是你惹阿姨不高兴了 说话有事儿说事儿吗 说话有事儿说事儿吗 他评论不让我回我妈那边 到底怎么了 你说清楚 阿姨 又说是我把妮妮藏在柜里的 你问问他非要玩捉迷藏 自己把自己给缩来的 不管是谁锁的 这种游戏多危险 你还没关系 要是你你真的出了事儿 那怎么办 走 跟爸爸一块儿 给阿姨解释一下 我不给他解释 我也回我妈那边了 我妈从来不会怨慌我 他又不是我妈的 别说管我 你怎么这么说你 易阿姨 易阿姨让爸爸帮你接到这儿来住 对你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你哪点不好 他就是不好 好了 别哭了 妈妈去跟亚姨道歉 我没错 我不给他道歉 我找我妈去了 小一 你去哪儿 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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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回家 小一 小一 你怎么的 爸 不让爸爸送你啊 回家 你真的不听爸爸解释啊 那好 那你答应爸爸 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妈妈 好吗 别让妈妈担心 来 等等 等等 师傅 我 师傅 韩村路一百零零八号 谢谢你啊 小一 到来来电话啊 知道了 好 再见 孩子无论有什么错 你都不能关他禁闭 有什么事你不能等我回来再说 我没有关他禁闭 我让他想清楚了再出来 秦月 我不能单独管教孩子吗 教育孩子得有方法 你把他整得哭哭啼啼的 像什么样子 起什么作用啊 既然让如素知道了 会怎么看我们 他怎么看我不管 我温馨无愧就行了 我把你孩子接过来 当自己孩子一样对待 我就压根没想到 韩如素感激过我 听你 你听我说 咱们就事论事 对事不对人 就说今天这事 小义万一跟韩如素说了 我怎么做人 这要传到别人耳朵里 别人会怎么看我们 你想过没有 你替我想想 你替你自己想想行吗 这个举动合适吗 他不就是说了你几句吗 别人家的孩子 孩子要是把小义关起来 妈妈也会说她的 反正我以后再也不去 压一点 吃饭吧 吃完了再说 妈 为什么不能现在说 吃吧 小义 你难得回来吃一次 妈妈做的饭 多吃点 妈 你和爸爸为什么离婚呀 现在说你也不明白 长大了你就痛了 你以后能不能别老让我去 叶阿姨家了 小义 妈妈知道你不愿意去 叶阿姨家 可是咱们家现在这个情况 这两天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过去的话 就在妈妈这儿多待几天吧 卫生也不能老住这儿 咱原来不住得挺好的嘛 咱们不是搬家了吗 这边条件也不好 离你学校又远 妈妈呢有的时候 也没有时间去接你送你 妈 妈 一阿姨有时候队友特别好 是不是装出来的呀 她肯定特别讨厌我 妈你说是吗 别那么想小义 她可能一时在气头上吧 她怎么会讨厌你呢 可她说妈妈你特别讨厌她 我能看出来 其实啊是她特别讨厌你 小义 我们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 关键是要管好自己 你不要什么事都要揣测别人的心思 你自己做好了 就是给别人减少麻烦 也是给自己减少麻烦 记住吗 小义不是到了吗 打个电话问问呗 发个短信吧 家里有电话发什么短信啊 我 啊 哦 我秦岳 我问一下那个 小义到了没有 回来了 在做作业呢 我让他到了你那儿给我打个电话 他大概是忘了吧 他没忘 他只是说不想给你打电话 小易没说什么吧 没有 他没说什么 他见着我光顾着高兴 我挂了 妈 怎么了 没事 你爸打电话问你回来的没问题 那么说什么了 不管他了 你人家做作业吧 嗯 别看了 睡觉吧 这样你你没事就好 秦云 今天的事我想想到后把 但我绝没有偏心眼的意思 如果小易是我自己亲生的孩子 我还是会这么对他的 我受过了不关你 我理解你等妈妈的心情 嗯 走吧 没办法要操心吧 这就是咱们将来要住的新家 太棒了 这下我就能和妈妈在一起了 小易 嗯 你从那个场合开始往上数到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七 那个就是咱们的家了 那么高啊 肯定能看得特别远 哎 当然了 里边呢还有银间单独的书房啊 你可以在那儿看书写作业 那我肯定能房特别多的书 嗯 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啊 就几个月吧 很快了 所以小易啊 你在叶阿姨家 一定要听话 一定要听话 要乖 你不要惹她生气 知道吗 知道 有了目标 我肯定能挨过这几个月的 我在那边少说话 不跟妮妮玩 要不是为了爸爸 我一句话都不跟牙医说 一秒钟都不在这儿待着 她挂我禁闭上 刚疯了呀 小易 什么禁闭呀 嗯 妈 没什么 妈 妈我该走了 妈再见 小易 你有事要给妈妈打电话 知道吗 知道了 喂 哪位啊 我找秦月 她忙着呢 正备客呢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请你把电话给秦月 你前妻的 喂 秦月 我能跟你见面谈一谈吗 关于小易的事 能不能 电话里说吧 这件事非见面谈不可 你很不方便吗 不不 没有没有 那好 那晚上我们在江边接 她约你干什么呀 为我谈点事 呦 约会呀 孩子的事 你告诉她 孩子在我这儿很好 偶尔那点儿便扭得很正常 再说了 她是你什么人哪 说见就见 不去 我都答应她了 呦 都答应了 呦 那答应了那赶紧去吧 你说也是哈 这前妻赵剑哪敢不去啊 哎 穿漂亮点啊 爸 你才回来 嗯 我学会了 嗯 我学会了 拿着围巾 别聊时间聊长了再冻着 没感冒吧 鼻子还通气吗 就怕的是里外通气 前妻一来电话 信都废了 可惜我前夫死了 没人给我来电话 你要不放心 跟我一块去行吗 我才不去呢 当天能跑啊 她那么多猜疑 走了 行了 行了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出来 鲁锁 小易的事情你可能误会了 小易还是个孩子呢 有什么天大的事要把她关起来 你还说误会 鲁锁 你说得对 我 我确实没有照顾好小易 当初你接孩子的时候 是怎么向我保证的 这件事情 天津确实做得不对 她已经很后悔了 她后悔就没事了 都是做母亲的 她叶天津凭什么那样对待我的孩子 要是有人这样对待她女儿的话 她叶天津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鲁锁 你别说了 我已经说过天津了 你再说 我 我也无第四人了 但这件事情 确实是个误会 为什么这样的误会 这样不愉快的事情 就要落在我的孩子头上 她 我把孩子交给你 你就像她那样对待孩子 她不是故意的 还说不是故意的 她叶天津难道是几岁的小孩子啊 她不愉快 天津脱脱疾 可心眼并不坏 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能那样对待 也算可以了 是你惹了她吧 你不要惹她 小姨才会少说罪人 你 你要是想小姨 我可以让她每周 多回来几次看你 常往家里跑会耽误学习的 这也是你当初 接小姨走的原因之一 你这样说 只能让我更伤心 我没有本事 我没有条件把小姨照顾好 才会让她在别人家 受那么大的委屈 小姨不是在别人家 如宋 小姨是在自己的亲生父亲家 可她亲生父亲 也许连此生都难保了 孩子能不受罪吗 我保证 以后不会 老婆 问一点小事 弄得一家子鸡犬不宁的 你看都几点了 你爸还没回来 你到底跟你妈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 昨天叶阿姨不该给你发脾气 叶阿姨向你道歉 不过 你现在也算是个男子汉了 要有一点承受力 不能一遇到事情 就跟你妈去诉苦 这样只会增加我跟她之间的矛盾 知不知道 我不说你和我妈之间就没有矛盾吗 你这孩子怎么又来劲了你 你ک善